大家好 歡迎回來《望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6月1號星期二的早晨時間 現在是《望向早晨香港版》 今節有我許樓山 還有紐西蘭波羅仔聊天 以特台仰 紐西蘭小白鴻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馬來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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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今部《沙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今天早上回到什麼新聞跟大家一起分享 聊聊天 昨天下午的時候 本來看到一些媒體都會說 政府在昨天下午會回見傳媒 說說什麼公務員打針有架放 類似這樣的事情 本來都預計 沒什麼預計 說公務員的關鍵是什麼事 誰知道就爆發了一個計劃出來 叫什麼呢? 做得漂亮不漂亮的事情 有些人說 啊爹做得這樣的 就叫做全城起黨 快打疫苗 它頂頭還有一句slogan就說 怎止打針這麼簡單 大家香港市民應該都深深明白到了 現在打針之後越來越不簡單 有機會成為這個千萬豪宅的業主 吃飯還可能 接下來應該就是七月就七節 八月應該都是七節的 八月就八節了 這個計劃應該就去到整個暑假 就是去到八月底 接近九月初 差不多了 那我們聽聽了 其實政府現在說這個叫全城起動快打疫苗 其實事有湊巧 都跟商界現在來的事情都很相似的 政府都是建議 也都是希望可以在九月前大幅提升 還有提高接種率的 當然就說了有相關不同的措施 不過我們在說措施之前 可以說這個記者會都挺搞笑的 有些記者就問 喂林太 你現在這麼下力在吹谷大家 叫大家去打針 你是不是想連任啊 喂這個瘋了 打針跟連任有什麼關係啊 還沒得連任啊 社會定了下來嘛 可以換一個人嘛 就是你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是不是 是啊 都定了下來 找一個別人接受都可以嘛 其實如果你說被林太接受 其實就有一個原因 社會其實就沒定 沒定下來 那林太繼續做多一屆就穩定一些 這樣的 其實那個態度就是 如果我們再看回 我們到時候講選特首的時候 大家可以再研究了 其實社會上的事情都真的叫做未穩定的 那麼當然啦 林鄭月娥一定是否認的啦 她說只是為了香港最大的利益和市民的福祉考慮 其實沒有其他什麼目的的 這個說得對啦 那麼林鄭記者會說的是什麼呢? 她說未來三個月是香港防疫的關鍵時刻 所以現在就搞了這個叫全城啟動快打疫苗的運動 她說了 聯同社會各界推出多行措施 包括各行的疫苗獎賞計劃 希望在九月前就大幅提升那個接種比 我剛才說了 要令到各行各業即使面對潛在住的 叫第五波的疫情都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還說希望過百萬的學生可以在新學年 就安心回到這個學校上課 哇 這個是很多家長的願望 他們說要在家裡這樣困獸斗 真的是相當之辛苦 你看到她又生氣 她見到你這麼生氣 她也不開心 那大家不太好 因為打小孩的投訴 在這段時間 之前那段時間 大家不准沒得上學的時候 都真的上升得相當多 其實最重要是老師要先打齊疫苗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老師打齊就 學生回去就穩妥很多 因為現在暫時來說 18歲以下16歲以上的人 只能夠打復星BioNTech的疫苗而已 現在科興疫苗 是暫時不可以被18歲以下的人打的 那學校哪些人是18歲呢 那當然絕大部分都是阿sir啦 Vissy啦 過了18歲就應該打好疫苗啦 那16歲以上18歲以下的學生 其實都應該去打疫苗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打齊了 大家安心 安心上學 回復正常 大家都在期望這件事情 我也是 其實我最希望就是全世界人都有疫苗打 打完疫苗這件事就完了就算了 現在越拖越長 其實對所有人都是不好的 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的 使得整個世界都有很多不同的不穩定因素 會影響到 例如突然有哪裏變了 然後又傳進去哪裏 然後那裏又搞了大輪新的風波 經濟也好 或者民生方面也好 什麽都好 頭痛好像變成無日無日 我們集中一點火力 就說很多皇友昨天已經立即到封傳了 但是都是了 斷章取義的 就說不打針的人 未來可能對他們有些叫懲罰的措施 這個懲罰這兩個字 是他們自己嫁下去的 並非陳肇始在說 如果到時不打 我們會懲罰他 什麽什麽的 說怎麽樣呢 就會有機會限制 某些人會進入 例如食肆或者學校 其他不同的狗類型的場所的 其實陳肇始他也有解釋的 他說其實是研究 會不會是限制一些 未接種疫苗的人士進入某些場所 還有假如真的有第五波的十九來到 才會是這樣的決定 例如哪些呢 食肆、學校、體育場地、圖書館、博物館、宿舍、戲院、地盤 一些表演的場所 因爲這些地方爆發大規模的感染 風險是比較高的 所以才會研究 是不是限制 未接種人士進場 這個要小心點 不要被他們誤導 我看見很多人都已經擺出來 為什麽要懲罰我們啊 他們可能有一種心態 我們小死不打的那些 不打他們的事情 那麽都有講返啦 講返些少啦 就是說公務員那方面 就希望呢 就帶起一個叫做大頭作用 由六月一號 至到八月三十一號期間 政府的僱員呢 在接種了這個每一劑的疫苗之後呢 都會有一天的疫苗假期的 讓他們有一個充分的休息啦 其實希望呢 其他僱主呢 都可以考慮考慮參考參考啦 增加了大家去打疫苗 那個誘因也好 或者什麽都好 或者感覺上 可以休息一天也好啊 那最後啦 食肆那方面呢 也都會考慮 例如D類的那些 都是叫做放寬啦 那些飲食業界 聽過都非常的開心啦 那些黃友 那些黃店 是不是完全不跟的呢 就是對於這些 啊 放寬 我們不用理會 我們繼續呢 連安心出行都不好 什麽都好 什麽都不跟 什麽 什麽都好 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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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說過了 我們在另一節都說的 如果呢 食肆七節的話 我想黃店不行了 要鬥勁些 鬥到六節才行 是 免費啦 要那麽勁的話 半價 玩盡些 還有說了一樣 安心出行的新版本呢 可以儲存呢 這個疫苗的紀錄 嘩 那些黃友聽到 嘩 還不是一個監獄 不要 千萬不要啊 千萬不要啊 那麽說回這個新聞的重點 那麽看起來似乎呢 政府呢 因爲要搞這些 這麽大型的宣傳活動 那麽說到明叫全城起動嘛 一定呢 會在不同的報章啦 不同的可能巴士廣告也好 地鐵啦 燈箱啦 甚至乎在那些 鬧市裏面呢 一些很大的標誌位呢 都會見到這些的宣傳品的喔 咦 很明顯呢 就是做過一些推廣的人都知道的了 嘩 搞這麽大壇事 還要呢 牽涉到特首在裏面 整件事呢 一定呢 九千多人 吞到吞乾吞淨 才會做起來 給特首呢 拿著出來銷售的 那麽看起來呢 這個campaign 我不知道大馬sir怎麽看 這個campaign呢 起碼快極呢 籌備呢 到到出街呢 過半月至兩個月呢 都不少得的喔 OK的 都算快 就是要急上來了 那麽 我又看回了 咦 那麽 那句呢 叫做點子打針 那麽簡單呢 那麽這句話很明顯 就是一早已經要作定了 那麽剛才也都說了 作到這句話呢 出到來 要被特首拿出來 present呢 這句話一定是千千千千千 除百年的 那麽講到明了 剛才他這句 我們一開始都提過了 和商界呢 是相當之有關的嘛 那麽有些人都問過 特首你會不會 拿一間居屋出來給大家 這麽有創意的這個問題 那麽當然了 特首都說了 那麽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留給這個叫做 叫做 私人機構做呢 就會好一點的 那麽政府呢 不方便做這些這樣的事情 就是牽涉這些金錢上 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那麽這些 這件事呢 是和商界呢 應該看起來呢 是夾過的 那麽也都從中可見呢 最近呢 我們看過一個 什麽不知道什麽的團體 有幾個人 一條街上拿著一張Banner 就說叫政府 什麽豪派五百萬一個月那些 叫政府做掌門人 叫政府做掌門人那些 那麽很明顯呢 什麽當時政府說 什麽派錢 就不會理這些 即使呢 代表了 政府其實已經在做的事了 那麽很老實 用你教嗎 這件事做出來的 那個勢啊 完全是超越了 所謂的叫做五百萬 什麽什麽獎金獎門人那些 那麽什麽呢 那麽什麽呢 因為你這件事呢 你是由政府去搞一個campaign 叫全城起動快打營業 怎麽只打針這麽簡單呢 其實你見到呢 原來就是政府方面 能夠和商界呢 可以去配合到做一個 這麽大型的campaign 的喔 出這個campaign之前 好幾天呢 我們都提過一節的 講什麽 什麽打針呢 就有那個婚姻配對 那些呢 我們那時候還覺得這麽有趣的 那麽當中 我提出這件事 是一個行會成員 我們記住 可能呢 他們都是可以叫做 知道了 可能和商界呢 有不同的campaign 都可能真的叫做到來的 那麽這次呢 我看來都要做得相當之好 接下來陸陸陸陸陸陸陸 似乎有其他不同的商界呢 都會告訴大家 他有什麽搞的啦 那另一個 要講一下 就是呢 港鐵啦 黃友最痛恨的港鐵呢 哇 他都說送出這個叫500張 全年 這個叫做港鐵車票 就是任你搭啊 那黃友說 我一定要啊 我一定不會臭的 給我都剪爛他 那麽 我立刻見到很多黃友那些 page裡面呢 都很擺這張東西 怎麽呀 派港鐵出來 什麽谷針啊 那我相信呢 搭港鐵 都很多香港朋友仔 每一天呢 都 我想都幾多就要搭的 有些可能就要搭什麼巴士上班 搭港鐵呢 真的相當多和相當密 不過我覺得500張就很少了 是吧 博物啦 是 小一點 是啊 有些少的 很少了 因為我記得計條數呢 好像 喂 他們好像有點誇大 港鐵 我們要很持平的這樣說 這件事 有些人說 500張會不會少一些 跟我想的一樣 因為 你想想 搞這麽多人搭港鐵 500張 夠哪個分啊 是吧 起碼都五千啊 不要那麽孤寒 不是呀 500張呢 都很多錢的了 你想想 如果你一個人 是這麽狂搭的話 一年啊 起碼搭兩萬元港鐵啊 我想想 蛤 那些大工仔來講 那我試著拿來計一計劃 我假設有個上班族 他由天水圍要搭到去 尖東站 我當是尖沙咀上班 原來現在都21元一群啊 用八達通搭到 因為八達通便宜一點點 都幾貴啊 天水圍這樣 哇 內匯都42元了啊 你一天都沒了那麽多錢 還要吃飯啊 還要吃飯啊 42元了 都吃到一碟飯的 最慘的呢 可能去到天水圍的時候 有網友可以說一下 有網友要搭西鐵上班啊 港鐵這樣翻 因為你有時候去到天水圍 可能已經沒有位置坐的 甚至乎 即是就算有都是一個幸運啊 坐到去 或者有時候要站 站到荃灣 站到美孚那麽 等那些人走那些才可以坐的嘛 即是你一個星期呢 那就是要八百多元啦 那一個月呢 你一個月就八百多元 搭這個西鐵啦 其實根據那條數呢 就算你上班了一年 你這樣 天水圍尖沙咀 天水圍尖沙咀 那都是一萬元左右 其實一萬元多些的 那當然啦 你說可以平時搭車 去哪裏哪裏找朋友 吃飯玩啊 我當你給多多幾千元 那都是慢鬆一點的啊 那兩萬元 那好像有點跨啊 不過不要緊啦 那這裏都是講了啦 都是表一下心意的意思而已 不過怎麽都好 都真是有一張 全年任用給你嘛 不是假就行了 是嗎 哦 這個肯定啦 那看這個假的東西呢 我看到新聞有一宗 警方開了一個記照 就說破獲了一個行編集團 我看到這件事是挺搞笑的 那有一幫有啦 那些詐騙集團啦 那竟然玩到用空投支票的形式呢 去騙人啊 我看到這個年頭呢 還那麽夠僵 有人用空投支票去騙人啊 就是香港的那個騙人方式呢 就是層出不窮啊 那他們是怎麽樣玩法呢 那警方就說了 在5月的時候啊 2號呢 至26號左右啦 就接駁到呢 很多宗呢 全港 那各區呢 發生的是什麽呢 入霸王油 還有拍霸王車的報案啊 啊 講起入油呢 原來香港這些油呢 加了20元一公升啊 我覺得挺貴的啊 香港是一向最貴的 整個亞洲來講 這個一向都是這樣的 就是一加一加 加到20元 入霸王油啊 拍霸王車 哇 都挺沙泊的啊 本來是發現不到他空頭支票這件事 因為這個人太霸王了 他入園呢 就是別人想收錢 他踩一下 連他的肝也撞了 哇 這幫人看得太多狂野時速啊 他真的很狂野 那你說 哇 他不怕撞冷的車 他正在回來了 怕什麽 我還沒有呢 嘩 這幫人是狂魔來的 那好吧 警方根據這些車牌的資料 聯絡這個部分車主 那發現了這批車主都說了 我早前已經將你的車轉售了 那再根據這一批車主提供的資料 發現了 原來有詐騙集團 原來在好幾個月前 就開始在一些網上平台 和一些叫二手車的apps裡面 聯絡車主 約了出來之後呢 就用這個空頭支票做這個交易 那在這個轉帳好之前呢 就拿走它的車士 和那個排寶啊 或者其他不同的汽車文件 那當那個車主發現呢 彈票的時候呢 這個買家 原來已經失去了聯絡了 那這個集團呢 都相當誇啦啦 那有最少呢 就是吃過一尋味 就是試過一擠得之後呢 就繼續來啦 那有10單呢 那最少10單的便宜案 那握走了呢 13部私家車 應該那些車價就不太貴 13部呢 合起來才是58萬而已 也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 他們偏 那些名車那些 是啊 他們偏上偏喔 那他們就再把這些 騙回來 再把其中三部車再轉手 都很少啊 三部車買出來都只剩三萬 那可能那些車主 看見到 算了 那麽少就要報警 那些人那些人那些人 不知道是沒有報還是什麽 不過 怎麽都好啊 如果真的呢 被人騙了呢 這方面的事情呢 要報警就好些了 不要讓它變成集團化嘛 那有更加多人 去受害就不好了 是不是 是啊 那賣不出那些殘車呢 那我聽到 看起來是很殘的 他繼續開那些殘車 那開去就有霸王 有怕霸王的車位 那剛才那些 那些殘桿真的兜了東西 那些霸王的車撞爆了那個殘桿 平時見到那個撞爆的殘桿 說要罰五千元的嘛 那他怎麽拍霸王的車呢 他頗有趣的喔 他撐前面那部車走了 那前面那部車走的時候 那些殘桿會突起 然後他就走的 他趁他下來那下 快速地跟著車尾 一聲走過去 那如果他走不及的話 那整條殘桿都被撞爆了 會裝得到 會裝得到 裝得到 如果衝得太快 就回蝕頭 一般你如果跟貼一些 都可以的 都可以避過之欄杆的 是 不過這種做法 就 沒有啊沒有 就頗為危險 不過他這班傢伙 是不介意的 他是志在 找個位子拍車 不用錢拍車 是啊 因為看停車場 那些出入口的感應器 是 他會感應器 兩次的嘛 就是一架車有 四個輪子 會經過那個感應器兩次的 他就會下來的 那支棍 喔這樣 我不知道你怎樣可以 這麼快 因為就算你怎麼快 都會感應器到四次的 就是兩塘車 是啊 兩次那一刻 已經第二次 已經馬上下來了 他不管了 他撞爛它 除非撞爛 這樣就沒得說了 他撞爛它 他試一試 他都好過就這樣 這樣 衝完一槽 沒有很大差別的 其實你撞著出 跟你這樣貼 前面那輛車 這麼貼著出的 撞倒這個 出入口的機率 你沒有看太多 這個狂野時速 狂野時速 他當自己 這些人無法無天 不是狂野時速 那麼簡單 那麼當然啦 警方怎麼會放過他們 那麼經過調查之後呢 其實在上個星期五 已經是天水為埋伏他們 報一下這個天羅地網 那麼成功拘捕了 一對小情侶 他們打算回來 拿回這架塞車的嘛 那麼小情侶呢 就是主路來的了 那麼跟著 問一下 你還有些什麼幫手 你這個團房有多少人 那麼再拘捕了 三男一女 行動之中 那麼檢獲了 大量這些空頭支票 這些未用過的支票 那些車輛文件 哇 還有吃一些不是那麼好的東西 吃了會很high的一些 再找回其中十部車 哇 他們真的要有一個相當大的地方 拍著這些塞車 這些叫什麼 不是叫塞車 這些騙回來的車 那麼總共呢 就 滴了四男二女回來啦 那麼21至38歲 全部都不能說叫做很大年紀 有些都沒有東西做啦 有些做廚師 做適應啦 有些有顏色社會背景啦 都搞到一頭煙啦 那麼大家買這個 買賣車的時候呢 那就要小心一點點啦 可能有些人可能見 都差不多快要 如果不買就快要湯了 那算了算了 當沒事發生了 那麼有些人可以當沒事發生了 但是有另一些人呢 這樣就不行了 今天看到一則新聞 今天挺搞笑的 又想跟大家說一下 話說呢 有一位曾經想選港者的人呢 他就退選了 那叫什麼呢 他叫林恩宇 那我搜尋一下這個 因為大馬上就說 已經沒有人認識這個人 是的 是啊 其實很難有人認識的 因為他退選了 而且他的樣子不太行 搜尋一下 柔治可 是 一搜尋就 小可 是啊 小可 因為看到一些新聞媒體 放了一張照片出來 他就穿著一個白色的衣服 一條裙子 那樣 就拍著 戴著口罩的 雙目拱拱有神 晚上就拿著一部iPhone 半支裙子那些這樣的 眼睿睿的看著大家 有記者拍我的 很害怕 不過他是什麼夏威夷契女 這個就很搞笑 所以那時候 那張照片拍不到 還是可能他最近瘦了 他那時候參選的時候 比較肥一點 挺搞笑的 話說他呢 就剛才所說 他上個月就在灣仔 遇到這個結案 然後受傷 那經過警方調查之後 然後呢 就拘捕了涉案 有五個 這個 印巴籍的漢子 還有一個 什麼呢 五個 對啊 有五個 幕後的主腦是什麼人呢 因為我們聽到叫余劫 還有主腦 還有幕後主腦 幕後主腦是什麼人呢 我們待會再說一下好不好 打劫一個女士 用不需要這麼多人呢 這位退選港姐 本身是不是很能打的 還是怎樣 熱問的那些 那不是很重要 高筋鞋 還要是高筋糧鞋 算不算很高 也不算很高的糧鞋 我們說一下余劫當日是怎樣 是怎樣 他案發是當日的凌晨時分 那這個 退選港姐 就經過這個 馬斯道 近軒尼斯道 差不多 就有三個 藍牙的大漢出來說 打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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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劫財不劫色 接著就槍他的戒指 好像說大概五萬元左右的鑽石戒指 還有什麼鑽石手鏈 名牌的chanel手袋 好像是五六萬元左右的 裡面的雜物呢 是不是全部都倒出來 都有拿到裡面那個銀包的現金 原來他帶五百元進鑽石 可能其他用卡 那他也有一點點糾纏 可能因為要拔他的戒指出來 有一點點受傷 一些糾纏 面部和手都受傷 送院治理 是啊 真是我見右鍊 這個我講笑而已 報道上面那張照片 眼神也有點驚恐 有啊 當然驚恐 印巴 有這麼多人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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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擔心 一會兒刮他的臉怎麼辦 我們不是笑他什麼 就說 幕後主腦竟然 媒體寫的 不是我想有心這麼說 他是一個港女 哇 幕後主腦 一位港女 難道是陳家 好就已經是了 是嗎 是這樣的 最妙妙妙阿姐 在夜場上 哈哈 我剛才在台上說 為什麼要找南亞幫來呢 因為始終 我們不是有鼓勵犯法 這個很重要 四個字吧 膽正名片 認人那方面也很難認 因為對他們的樣子 你覺得好像看起來 每個人都差不多 其實在外國人眼中看我們 外國人眼中看我們 外國人眼中看我們 都是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 都是一樣的 不熟 不熟 認人那方面 他又難認一點點 哦 還有講起 也都相當專業 他們也沒有什麼 氣場 為什麼呢 香港可能 差點說一句 有些顏色社會 判上判上判 判到最後那個 我明明找了你的 你又判給下一個 然後那個又不去 又判給下一個 然後那個又說不空 你都沒有什麼 很不專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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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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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化了臉就不好 你跟那個 叫做消費者的角度來看 就是跟你講到時候 場景應該要怎樣 多少個圍著它 什麼 那樣那樣 就 要有預期的效果 怎麼都好 希望這個 女事主 她不要太擔心太多 警方是會做事的 不過沒有想過 就是 跟著媒體這樣說 港女 竟然這麼兇悍 想到 她只要找南亞幫回來 幫手這樣去 教訓一下她 都不單止教訓 連她的東西都搶起來了 會不會是她的行頭 太blinkblink 令到她 這麼穿 下車面 教訓一下你 會不會是這樣 就是這位 原來是這位 主謀港女 其實呢 自己 又不多想出錢 就跟這些 南亞裔的巴漢 就跟他們說 你 捉她的鑊 裡面她很有搭水的 搶了她的東西 那對港女來講 自己又不用出錢 又可以教訓一下 親家 小一點 可能 他們又一盞一筆 你拿到那些行頭回來 賣不過五萬的 那你回來找我 我就補貼你多少 過了五萬的 可能這件事 我給你們五萬元 每人一萬 可以賺 那錢呢 不用 她的行頭 拿去賣光 基本上 很搭水的 都差不多了 再不然連她的梁鞋都搶賣 嘩 等她追不到你 那有道理 到時我們買不到 我們再找你 補回 拉上多隨小步 不過 無論如何都好 大家不要因為這樣 對於印巴籍 或者南亞裔的朋友 有所 戴了一些 有色眼鏡去看她們 這個很重要 好嗎 這個是很可悲的事件 而且 沒錯 警方都做得很快 立刻就已經逮捕了整班人 包括這位港女主謀 哎呀 這位港女是誰呢 遲些就會知道 希望知道 是不是有些仇口 為什麼會這麼大仇口 爭小孩 還是什麼呢 這個不得已知 我們相當期待 接下來公布 希望受害人 快點回復回 一個正常的生活 記住 夜歸女士 那些行頭 就不要太過誇張了 當然你有帶你的 叫做行頭出來的自由 不過呢 怎樣都好 小心點自己 就最好 或者找到一個猛男 陪你回家 送你回家樓下 可能會好一點 好嗎 這次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